選取 選取在Photoshop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不管是在影像的合成 或者是以後我們在很多特效製作 都必須要用到選取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到 在工具這邊 我們選取有幾大類型 第一個 它是屬於固定形狀 那我們可以選擇矩形或者是橢圓形 那不規則形狀呢 我們可以選擇套索多邊形還有磁性 那如果說我們要快速的話 有快速選取工具和魔術棒等等 好 我們現在來各舉一個例子 首先我們的範例是CH1-05 那目前假設我要選的是這個 綠色板子它是一個矩形的 所以我就選擇 我選的是矩形的一個選取畫面 我現在按下滑速左鍵 向右下拖曳 好 那這虛線就代表 這是我的選取範圍了 那我現在把它放大 好 那如果說我要取消選取的話呢 快速鍵是Ctrl加上D 那當然我也可以選擇 上面選取 然後取消選取 這樣也可以 好 那麼 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 就是 我們看到增加至選取區 什麼叫增加至選取區呢 原先在最左邊這一個 就是代表說 我目前都只有一個選取範圍 這新增選取範圍 所以我只要選了之後 譬如說這是第一個 我只要選了另外一個選取範圍 第一個就自然消失了 那如果說我要增加的話呢 我這時候要選的是增加至選取範圍 我點它 點它就是說 比如說我可以不只有兩個 不只有一個選取範圍 我可以有很多個 看你要幾個都可以 那當然我也可以使用這樣的 譬如說我第一次選的並不完整 那我就把它加上去 這樣子 這個我再把它加進來 這樣子 這樣就是 把它加進來 這叫增加選取範圍 我可以把它重疊 也可以像上面上個別的 那如果說我不小心多選了的話呢 那麼我們可以用減去的 這個叫減去 第三個 減去選取範圍 我點它一下 那這多的不要 我們可以看到 我的游標目前帶了一個減號 好 這時候 把它 減掉 然後 再把它給 再減一次 如果說我們這樣看不清楚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把它放大 然後用這樣 把它減掉 好 那麼 而第四個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與選取範圍相交 那麼 這就是一個交集 一個交集 我現在點它 然後 我現在假設在這邊 這是新選取範圍 鬆開之後 交集變成這個 和上面的交集 和下面的交集 等等 好的 那我們來看06 那是橢圓形 橢圓形的話 我們必須選的是橢圓形的 然後 我現在 按下 滑鼠左鍵 拖曳 不要鬆開 那這時候 邊 我這個選的 沒有選到完整 那怎麼辦呢 按住空白鍵 我現在按住空白鍵 滑鼠左鍵 不要鬆開 這叫移動選取區 移動選取區 我現在把邊對準 鬆開空白鍵 然後繼續做拖曳 這是一個圓形的 好 那緊接著呢 我們來看 1-11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 這是不規則 不規則的話呢 我們可以選的是 多邊形的一個套索工具 那多邊形套索工具呢 我是這樣子 按下滑鼠左鍵 按下滑鼠左鍵之後 我現在 之後我就鬆開 然後這樣 點一下 點一下 如果說我現在選壞了 我按Eskip鍵 Eskip鍵就是 重新選 就把剛才所選的 把它取消掉 現在把它放大 我現在按下滑鼠左鍵 然後鬆開之後呢 它會有一條線 產生 要轉彎的時候 我再點一下滑鼠左鍵 要轉彎的時候 點一下滑鼠左鍵 就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很辛苦 我現在按Eskip鍵 把它重新取消掉 這樣的話很辛苦 那如果我用套索工具呢 套索工具是按下滑鼠左鍵不放的 和剛才不一樣 剛才是點一下鬆開 點一下鬆開 那像這個呢 就好像自由化一樣 必須隨時按下滑鼠左鍵 隨時按下 好 我現在Ctrl D 再取消掉 那這兩種都不是那麼方便 那如果說我選的是 磁性套手工具 磁性套手工具呢 它有一個很像磁鐵一樣 我現在按下滑鼠左鍵之後 我就鬆開了 那麼它就會自動的 我只要移動滑鼠 它會自動找 目前 它會自動判斷 紅色和綠色 因為它的顏色相差很多 所以它會繼續的維持 我在紅色的這個邊緣裡面 來做個選取的動作 好 我現在按Escape鍵 好 那麼我們來選 如果是快速的話呢 快速 我現在選快速選舉工具 好 那我現在只要這樣子 好像在圖畫一樣 它就會自動判斷 自動判斷 那當然像這個地方 也不是那麼精確 因為如果色差越明顯的話 它越好選 那這時候我們再回頭到 0105 那這時候如果我用的是快速選舉 一下就選好了 一下就選好了 那當然這也不是萬靈單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 顏色沒有那麼接近的話 那使用這個方式 當然就 就不好了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在11這邊 我也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 魔術棒 魔術棒 魔術棒呢 我只要點一下 這代表我要選的色 這個色 這個色 那這個色它是有個容許度 容許度越大的話呢 越是 稍微接近的顏色 就會被選取 如果容許度越小的話 那就很精確的顏色 譬如說 我一定要 假設我選的紅色 那一定要是相當接近 它才會被選取的 好 那麼 在我們選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差異 所謂差異就是說 譬如 我現在在選這個 好 假設不管 我現在選這個紅花 我現在選的是魔術棒 我現在來選 好 那 因為我所選的顏色 目前容許度是50 所以 當我選的時候 只能選到這邊而已 那要嘛就 放大容許度 好 或者呢 我改用其他工具 都可以 好 我現在改用 快速選取工具 然後我這邊一樣是 增加到選取範圍 我就這樣子選 好 這樣選 快速選取中間的這一些 那可是中間 我只要稍微往下 之所以能夠那麼快選取 是因為 因為它的和背景顏色 這個紅色的花和背景顏色 有明顯的色差 所以比較容易選 如果說我們和背景顏色 差不多的話呢 那麼這時候就很難選了 好 那麼 假設 我現在就是在這邊選 在這邊選 那當我選好之後呢 因為 可能所選的不是那麼精確 不是那麼精確的話 怎麼辦 我們會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等一下我們來看 好 那這個地方當然是多選 我現在故意這樣 我不管它 這邊有個叫調整邊緣 不管你選取什麼樣的選取工具 我們都可以點按這個調整邊緣 調整邊緣可以幫助我們 來做選取的修正 好 譬如說 目前 我可以選的黑色背景 有黑色背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這是我所選取的 如果說不容易判斷的話 我可以選白色背景 白色背景 我們看就看到 這個地方是我不要的 這個地方是我不要的 馬上就知道 那好 那我現在把它按取消 那我再由這個地方 我來做修正 我選擇減號 把它減掉 所以它就利用這種方式 利用這種方式 好 我再按調整邊緣 然後 因為我們這個 它主要是背景不同 所以它之所以會有 那麼多種預覽的背景 就是 假設 我的 完全是為了配合我們的圖 那像我這個圖的話 就很適合在白色背景 預覽 如果在黑色背景 你看這樣就不清楚 或者是這個黑色的 這樣也不清楚 這樣不容易判斷 因為我本身 我的圖就很接近黑色 那它這邊有紅色的 那這裡呢 就是圓圖 這是圓圖 好 那麼 藉著修正 我現在在白圖這邊 藉著修正 那首先我們來可以 增加邊緣的強度 增加對比 至於每一個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油表點在這邊 然後下面看敘述 敘述會變 那 詳細的說明 請看課本的說明 我現在把它按 好了的話 我們可以按確定 可以按確定 好 那麼 有時候我們在選的時候 假設我今天要選的是 這個鴨子 那我選鴨子 選鴨子 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看背景是相同顏色 所以這時候我選擇背景 那你或許會問說 不是要選鴨子嗎 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可以反轉選取 所以我先選擇 因為背景它是單顏色 比較容易選 好 你看我一下就選取背景 選取的背景 然後按下滑鼠的右鍵 反轉選取 就是變鴨子了 那這個技巧通常用在 就是說 我所要選的比較複雜 可是背景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選背景 再反轉就可以了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選取 就是選取